近代辛亥革命的领导人,中国人专称为国父的孙中山先生,曾经游览过葡萄山,而且还亲眼见到不可思议的圣景,他将这件事记录在葡萄字旗之中。 这件事记发生于1916年8月25日,当日孙中山在上海处理国事之余,徐同、湖汉民、郑孟石,同浙江省文政厅秘书,陈去病,一同去葡萄山朝圣,一路上但见四周烟波浩渺,水天一色,岛上临木冲农,山洞其进。 有潮音洞、樊音洞、水晶宫、千步沙、仙人井等,奇山幽洞,令人心慈神往,叹为观止。 孙中山一行十数人,抵达葡萄山之后,稍作休息,再继续登上海天佛国天下第一鸣石,到了山顶,举头一望,只见左边有座古纸,叫做惠祭禅子。 孙中山在紫旁,柔木请怀,欣赏在夕阳西下,云露燎晓的山色,内心充满一阵难以形容的喜悦。 忽然之间,圣景出现了在他眼前,孙中山先生,《宝台志祺》里面,他这样写的。 当我远望的时候,奇观出现了,在紫前,忽然促立了一座宏伟壮丽的牌楼,犹如仙境,补翻在风中飘扬。 有十几位气宇不凡的僧人,好似出来迎宾那样,他们的仪容,英伟奇特,动作敏捷庄严。 在牌楼的中间,还有一个大圆轮,正在迅速不停地盘旋,究竟为什么大圆轮,在空中能转动得那么快呢? 正当我思维的时候,大圆轮突然消失了,牌楼和奇增也同时消失,我心里觉得很惊讶, 但其他同行的人并没有看到,我素来脑中没有神异的思想,也不知道什么是灵景。 但是当我在佛顶台,抚养山色之间,心里有一种特别的感觉,好像宇宙就在我的手之内, 眼观云海,以听海潮,我觉得平生所经历的事,从未有现在感,那么清静,那么殊性的。 各位,普陀志祺是孙中山自己亲自记录的圣景,想不到一代革命领导人, 由普陀山的时候,竟然目睹他从未见过,使他差以为奇的灵景。 如果说这些是时有出现的海史纯流,或者佛江反照山川而显现的假象, 那么为什么十几人之中,只有他一个人见到呢?而其他人并无所见呢? 圣景的出现真是不可思议的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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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